我是C2C2的義工Judy 今天很高興我可以有機會訪問到其中一位比賽的參賽者 阿Hei 歡迎你阿Hei 阿Hei 剛才你剛剛比賽完 緊不緊張 我說不緊張就假的啦 其實我也想問問你 我看到你也很有熱誠 其實為什麼你想參加這個比賽 或者為什麼你想做C2呢 其實我覺得做C2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工作 而我覺得C2是一個功能中的靈魂人物 其實很多時候怎樣帶動現場氣氛 就很靠C2怎樣做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只有一個字 因為好玩 但你也很好玩 很享受 那你能否享受剛才的比賽呢 你覺得自己的表現如何呢 剛才的比賽過程我當然是享受 而我對自己的表現都滿意的 合格的 我亦都要感謝我的partner 他其實是大了我很多 我們剛才也格得很好 如果沒有他的話 我想這個分數我只會打了半價也有 嗯 都看到其實C2裡面 大家互相配合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想問一下你 準備這個比賽過程裡面 究竟有什麼困難呢 以及你怎樣去克服呢 嗯 嗯 因為這次的題目 就是比較一個 是一個 股票上的 大市上的問題 但本人對股票 就不太熟悉了 幸好我partner 會馬上用一個很簡潔的 三言兩語就可以掌握到 讓我知道 原來股票是什麼狀況 而問題也可以說 迎刃而解 嗯 好多謝你 果然這個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希望你繼續努力 可以繼續去C2方面發展 多謝你